匹兹堡 来匹兹堡不是在我计划之中 但我深信是在神的计划之内 在关岛难民营办手续的时候 每个单身的或家庭的难民 都要填写他们在美国本土 有没有亲人或认识的教会 公司机构可以帮助他们 在美国的生活 如有的话 政府可以安排把他们送到那地方 如没有的话 政府可带为安排一些教会 公司机构协助 从1972年至1975年 美国金援团撤离越南后 我加入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工作 做当时的加拿大监督的特别助理 他离开西贡前 特别地嘱咐我们 如果我们离开越南 到美国的话 务必要到加州世界宣明会总部联络 他们会全力地帮助我们 因此当社工问及我们要去美国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说要去加州 社工说没有问题 应该很快地便有班机 加州天气好 我们会喜欢的 便为我们编了社会安全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我们一家的头三个字是586 等了大概两星期 加州的难民营已满 不能再收新的难民 要选择去别的难民营 那时候 宾州哈利斯堡的一个军营 开放接受难民 我和加州世界宣明会办公室联系 他们说我们可以先到宾州 再从宾州转到加州 因此在1975年5月 我们便被送到宾州的哈利斯堡难民营 在哈利斯堡的难民营 等了八个星期 加州还没有确定 要把我们接过去 我的一个已结婚的妹妹 和她的丈夫 两个孩子和她的婆婆 在难民营的社工的安排下 得到当地的一家 美国路德教会的帮助 离开难民营 我和母亲两个孩子 和六个弟妹 继续等加州方面的消息 可能因为我每一两三天的长途电话追问 最后他们承认 十个人的负担是太重了 他们提议我们分开 但我们不愿意 只好在当地 只好在当地另想办法 一天我替社工和难民做翻译服务 外面下着滂沱大雨 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外 留在他们的房间内睡懒觉 我和社工在办公室内 整个上午只有聊聊几个人来办手续 有很多空闲时间聊天 社工问我 什么时候可以离开难民营 我说 不知道 因为去加州的计划不成 我需要有一个机构 有能力帮助我们一家十口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社工说 他会为我寻找 便在他的文件柜内 寻找一些教会 愿意帮助难民的家庭申请表 找了好一会儿 大部分教会都填写 帮助单身的 夫妻两人的 或家庭不超过五个人的 没有教会填写 要帮助十个人的家庭 而我们又不愿意 也不能分开去不同的地方 母亲不懂英语 我是单亲父亲和两个儿女 一个未婚的妹妹 曾经在美国 驻越南西贡大使馆工作 另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都在读小学和中学的年龄 如要分开两个家庭 更不容易照顾 正在感到为难的时候 社工若有所发现地说 可以试打这个电话 因为皮斯堡南部的 美国路德教会 填写帮助难民的申请表上 没有注明 要帮助一个家庭的上限人数 当社工打电话 给教会了解情况的时候 主任牧师接听电话 原来主任牧师外出度假 助理牧师不知道 要填写若干人数为何事 故留空没有填上 本来牧师要填写 可以帮助一家庭 不超过七个人 现在既然有一家庭 十人需要帮助 可能是神的带领和预备 因此约定三天后 和教会执事到难民营 和我们见面 过了三天 牧师和两位男女执事 来难民营看我们 牧师是德意公民 曾经在日本任宣教士十年 女执事是爱尔兰人 男执事是英国人 在西屋公司任高层经理 后来推荐我和妹妹 入西屋公司工作 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 很是高兴 他们问我们有什么愿望 我和妹妹都说 只需要工作 弟妹们和我的两个孩子 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读书成长 愉悦足矣 他们说这没有问题 他们会和执事会商量 然后安排我们去 批兹堡定居 1975年8月5日 我们一家石口 离开宾州难民营 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